咱们中国女兰为什么能够接连战胜所谓的这个欧美强队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的篮球哲学 用人标准和舰队体制 这个呀是很有意义的 也非常值得咱们不同领域不同工作岗位 本管你是干什么的去学习和借鉴 勇敢做自己呀大家听的很多 但是谁没有在奋斗谁没有在努力呢 但是这个勇敢做自己可是有条件的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你得符合道理的前提条件之下 你这个勇敢做自己它才有价值 才有可能有不错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中国女兰 她的这个用人标准是什么 这一点十分的重要 我们的用人标准是迷信所谓的商业体育明星 能拿很高数据的体育明星是吗 不是 这个一定是那种在场上能表演那样 是那样的吗 不是 我们的用人标准是什么 是本着篮球这个事业 是本着工作的基本目标 是本着篮球的基本规律 篮球球队的基本规律 运动员的基本规律 根据形式怎么样的去怎么样的去使用运动员 是一个自然的标准 不去刻意的什么的去追求数据 不去刻意的怎么样的去制造比赛 不是 我们的用人标准是什么的 是自然的是为了事业为了什么的为了工作目标 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 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 很多人说篮球项目它是一个团队项目 当然这话也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入的去考虑所谓的这个团队项目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就是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 劲朝一处始 这才是关键 那么怎么着 一个团队才能够心往一处想 进往一处始 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 就是这个团队它一定要走王道 那么什么是王道啊 无论任何行业都一样 是什么 就是彼此心中有对方 无私无我 根据形式 根据规律 做什么呢 无私无我的判断和选择 那你做出来的事 才有可能去完成你的事业 它是这样 很多人说这个包括很多的很多领域 是的 其实包括所有领域 任何领域都可以去学习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看我们的篮球比赛 大家一定要注意 包括我们的女篮 女足大家都觉得挺争气 连人有光 但是当我们兴奋高兴之后 我们更应该考虑一些东西 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为什么能够接连打败 所谓的强大的欧美强队啊 强大的对手 为什么呀 其实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些深刻的东西 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我们的认知 就是所谓哲学 我们的认知 是吧 我们或者把哲学这个词换掉 思想认知 就说思想认知 是吧 我们的这种用人标准 我们的这种事业心 我们的团队什么样 而不是一种个人的东西 我得拿漂亮数据 我合同上我得怎么着一下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就不行了 一个团队 它要能够做到是什么 至少最差也要公私兼顾 彼此心中有对方 才能够行稳致运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这个才是我们大家 能够怎么样 共同学习的东西 不论你是什么岗位 什么行业 不论你是什么岗位 什么行业 那么实际上 因为我长久以来 我们大家看电视 总是觉得是什么 哎呀 你说体育这个啊 人家那个就是棒 其实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 其实就说篮球这一块 这么多 比如说女篮这么多球队 如果每一支球队 都能够很自然的 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走一条路出来 有自己的篮球思想 自己的体制 和自己实际情况的用人标准 其实只要取法自然 上善若水 真正的做到无私无我 其实每一个团队都是强队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观众能够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能够看到的才是真正的 高质量的比赛 其实到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才意识到 所谓的胜负和重要 而那个过程 透过那个真正的自由的 那种百花齐放的 那种百可蒸馏的那种 那种非常自由状态下 我们看到的那个过程 那种高质量的比赛 那个过程 以及那个过程给我们的道理 可是远比所欲 为的那种结果 要强太多了 要强太多了 是吧 这是所谓菩萨重阴 凡夫中国 和大家共勉 谢谢